小洋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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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洋蔥這個角色應該是屬於一個中年 也不是創業 他是中年的 都在工作的一個人 自己也會擅長畫一些漫畫 然後還兼拆 彈自己喜歡唱的歌 可是他遇到了 媽媽失智 工作照顧媽媽的這個情況 兩邊不能兼顧的情況之下 才把媽媽送到失智中心 其實這個角色 跟一般社會大眾 應該是比較相近的一個角色 對對對 那你就離開了吧 後來有一個小姐不是進來跟你講說 你媽媽睡了 你就進來你就坐在床邊 然後開始畫他 然後後來 我覺得佳謙應該要哭了吧 因為 我們常私底下有演出 有這個排戲 包括演舞台劇 包括在電視上面的合作 那我相信他 當要飾演我的媽媽的時候 而且是演獅子老人 那他應該他的反應會比較崩潰吧 那我倒還好 因為我也沒有禿頭 但是 還要讓這個佳謙來認我是他兒子 我覺得他比較崩潰啦 我都還很樂觀 他前奏下來 他只要一倒震他畫面 我就跟著他嘴型 我們一般大眾 會有大部分可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 實質的這個問題 那看完電影之後呢 我覺得他很平鋪直序的 他這個人 在我們一般社會大眾都看得到 阿嬌嬌的變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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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完這部電影 的確是很感動 電影處理的手法來講的話 會中間穿插一些 有趣的橋段 讓整部片呢 看起來不是那麼的 好像很痠阿 好像這個 家裡有這個私自老人 大家覺得很難過 包括電影公司製作單位 也覺得說 希望把這部日本片 能夠翻譯成 這個配成台語 讓台灣的更多的老人 能夠因為看了這部電影之後 更感受到自己周遭 所遇到的問題等等 包括做為人子女的 該怎麼樣藉由這部電影 對私自老人的照顧 或者對他們應該 存著什麼樣的心態 等等都在這電影裡面有探討 我覺得這部電影是非常值得 值得觀賞欣賞 所以說我現在要對這些 服務私自老人的這些 不管志工朋友 還是服務中心的這些員工們 我覺得都會至上最高的敬意 大家好 我是貴主犬 去看小洋蔥的媽媽 我是配小洋蔥這個角色 所以說真的有意思喔 這部電影真的發人審思 一定要來看喔